哈喽,大家好,我是街图片小姐,Jennifer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偏向是艺术型的NFT哦 那创作这个NFT的她呢,是一个Jennifer关注很久的台湾艺术家 那同时呢,她也是一名演员,也是一名歌手,她就是孟耿如 耿如呢,她也要推出NFT咯 在几年前呢,看到她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一个一起加油的那种脸书贩售艺术品的活动哦 那我就开始关注她了 这几年的光景下来啊,她持续画画创作并没有间断哦 那她的画作呢,也在知名的白石翼朗中啊,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家喜欢哦 那Jennifer自己呢,也是相当喜爱的 那阿鲁的作品啊,其实从我开始关注她到现在啊 也已经水涨船高至少四倍哦 这点呢,我真的觉得非常替一个有信念的艺术家开心 因为毕竟她坚持下来了 那这一次啊,孟耿如她所发行的NFT系列啊 就叫做Aru Metaverse 那可以把这个NFT啊,认为是既有的艺术家 把他们的作品带到数位世界中的挑战哦 那他们的作品啊,在现实中啊,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 而他们的NFT啊,就是另一种让收藏者可以拥有他们作品的媒介哦 好,那今天呢,这个影片啊,会是J2恋小姐的频道第一次出现真人哦 那我们呢,也近距离的采访到孟耿如 让我们一起了解她艺术创作的概念 那最后呢,当然也会有好康哦 我会抽20个白名单给大家 这是超稀有的白名单哦 有兴趣的朋友啊,这个白名单会让你很优雅的买到Aru的NFT哦 那这次,我们就一起来Aru的工作室看看吧 Let's go 好哟好哟,我们来看看这是谁 Hi Hello,Suka Hello,大家好 天啊,就是J2恋小姐变粉丝了 真的吗 好,那我们想要来问问看耿如哦 耿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歌手也是演员 现在是个艺术家 真正开始比较有跨到艺术圈的话 我会以我第一次的展览算起吧 那应该是将近三年前 309 但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对艺术创作这个东西是很有兴趣的 从小开始 对 对,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疗愈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然后我沉浸在这个世界 真的真的,我一走进来就是耿如的工作室之后 所以其实我创作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来到工作室 我突然想打混隔两个小时 我就会打混两个小时 就是我也没有一定要干嘛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流程 或者是特别一定要怎么样 但就顺着自己的兴趣走 太棒了,太棒了 对,像我想要那个录YouTube频道的时候 有时候我想偷懒我会录 就偷懒你再讲 要顺着自己的兴趣 对,当然是这样 好哟 那我们看到工作室里面有很多阿努的原画 那这些原画 Jerif自己觉得啊 用色都非常的缥分 那我不知道阿努 你会觉得你自己做画的时候 你的颜色大概会是偏向什么样子的 诶,我也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时候 画一画就是颜色会处于很鲜艳型 我觉得我最常 会拿来点缀的色系偏向荧光色系 对,因为像我说荧光粉红,荧光绿,荧光橘 是我很喜欢拿来做作品最后点缀的地方 因为 有点像画龙点睛的效果 有时候增加这个 你突然觉得这幅画多了一点 可能神秘感或者是 更有希望的感觉 真的也真的也有有 每次看到你的画都觉得好开心喔 很疗愈的感觉 对,真的是这样 好哟 那我们可以看到阿努的作品里面 都会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角色 那他有名字吗? 其实 这个角色最早的时候他没有这幅画 蛤? 呃 他其实是一个头和身体分离的一个外形人 外形人 对,但是 有一些 朋友看我的作品之后觉得说 好像没有头在那里 觉得有点点可怕 对,所以 我不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 是会用可怕来形容 我还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些疗愈 比较多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我要把它加上一个 我自己心目中 觉得最樸素的花朵 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 第一朵你学会的花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 最纯樸的样子 对,把它放在它的上面 哇,原来是这样子咧 那它有名字吗? 就叫阿努? 就是阿努 哇哦,好棒喔 好,那阿努我现在看到你工作室里面 我真的是超多东西的 那你最喜欢作画的道具是什么? 你通常用什么? 比如说是 压克力啊 压克力颜料 然后 画笔是一定要有的 可是我其实像 有一些部分你看到的笔触 它比较不规则的 是我用手指头画的 对,因为我觉得 我还蛮喜欢真实摸到它的感觉 你真的用手指头去抹的笔触 跟底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真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用的工具 是我自己的双手 蛤 大家听到没有? 下次可以试试看 哈哈 真的太棒了 好呦,好 那我还要问哦 因为这次我们是要来问问看你的NFT 因为大家都一定很期待很想知道 那我们想要知道你这是NFT 你是用什么样子画的? 然后这次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创新 或是挑战在这个NFT上面? 其实这次要画NFT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突破的尝试 因为我以往没有电汇的作品出现过 然后这是我首次尝试电汇以及 就我很坚持 每一张卡牌我希望可以自己完成这样子 所以 哇,每一张欸 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以外 我又希望可以保留住我原本的画风 比较童趣一点的风格 所以在这一个 电汇通常很容易让你想到就是很精准很精确很精细 但我又希望在这个童趣之中可以拿到一个 抓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是我觉得比较 困难一点点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新的呈现 嗯嗯嗯 对真的,我是有已经有看到一些啊 不好意思我想先看哦 我自己可以看到 我自己可以看到 对对对 我很喜欢不好意思哦各位 哈哈哈哈 好OK 那我想要问哦 就是这次啊有分就是四种 四种不同的嘛 譬如说特别卡、金卡、银卡跟铜卡 嗯嗯嗯嗯 那我想要知道是说 这203张目起数量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分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嗯 当然比例上一定是不太一样 但是 我希望在大概八成的概念还是希望是以NFT 以数位为主 因为这样子我才有 就是来跨RUNFT的一个重点 我希望是可以更贴近原宇宙这样子 但是有部分的卡别它还是可以拿到原始的实体的作品 天啊 是不是都帮我拍的 那原话 没有啦 现在大家想看到的原话 有可能就会是我们 哇 对不起吗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这些作品即将飞往韩国去飞行 哦台湾出国 对因为他们要去参加韩国的釜山艺博会 哇 所以这是我这阵子在创作的这一系列 那之后大家有可能可以抽到的会是完全没曝光过的 然后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就是拭目以待 对 了解了解 所以有可能还会获得原话哦 对 对 哇太棒了 好大概是这样 谢谢葛如 谢谢 谢谢 好 请 好哦 能近距离采访到大家其他地方都听不到的访问 真的超级开心的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次的NFT 在阿如的Metaverse的Discord里面 已经有road map了 那我也会把这个Discord的连结放在影片的叙述栏中 请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加入哦 那这一次阿如的NFT呢一共会贩售203张 那会分成四种种类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他会有限量的阿如的特别款 那93张 那还有就是经典的阿如系列 这个一共会有20张 那以及还有阿如的白日梦系列 这个一共会有60张 那另外呢 还会有阿如的疗愈日常系列 这个一共会有120张 那价格的部分呢 是已经出炉了哦 那每一个系列的价格呢 有所不同哦 这件事情比较特别一点 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哦 那最高的这个等级的这一个 就是阿如的特别款 或者是经典的阿如系列呢 是可以获得一些神秘好康的 那经典的这个朋友呢 甚至是可以获得大尺寸的原画哦 那我也问过了耿如哦 的原画这个呢 相同尺寸呢 在市场上的价格也高达了大概有8万多台币的价值哦 所以说如果你是对艺术啦 或是对阿如的创作啊 或喜欢艺术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哦 就是原画是非常需要缘分 而且珍贵的哦 这就是一个机会 那它呢 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始画作哦 是相当的有收藏的价值的 那好啦 最后呢要来带给大家好康福利啦 就是我们会抽出20个阿如的白名单哦 那这个白名单呢 是可以来命的就是阿如的 疗愈日常系列的 那活动呢相当的有限哦 请大家一边看影片的时候就一边来参加 那活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哦 第一步骤呢 是大家就一定要订阅J2恋小姐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个务必要进行哦 最后的时候会请大家截图给我看 那第二点是留言写下 和J2恋小姐一起看艺术 就有机会来获得这个阿如的白名单哦 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NFT呢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哦 请大家务必要谨慎 评估自己对于风险承担的能力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